好了 鄉親啊 繼續來看這張華 賣蛋黃酥 兩人所很出名的店家 佈日峰 每一年的中秋 都有很多人 拜託唱賣是真壞賣喔 還有一個五十歲的男主 頭過下滾網站 說可以幫忙帶賣 但是其實 他是跟來路不明的兩人所 跟換作佈日峰的包裝進去轉賣 兩年是不會超過一萬元 賺獎金 六百萬 現在的紅帳起來囉 麻煩你們的紙卡路邊邊 中秋節之前 中華市有名的兩人所補二房 都會去很多人來買 不過現在算拿包 有人家做他們的包裝 賣給賣賣 這怎麼來的 我帶給我 帶給我 整桌子都是兩人所 完全到中華兩人所的包裝 都拿出來 現在的事情就是 我剛才沒有宣布你的權益 來看這個外形和這白的店家一模一優 民眾人不上色看 又真的分賣 看來中華有只為五十歲 生業的生死 頭過面子的社團網站 用台北就人買作便宜 跟來路不明的兩人所用 不二房的包裝轉賣 一賣就賣將近兩年 總共賣出幾萬元 不可收得將近六百萬 在場介紹賣的又比一年還多 這百萬元商店賣六百萬元 只要兩百萬元 不過這間店的六百萬元就要四百萬元 越接近這日介紹又更多 分不出來的 就很像 應該分辨不出來 一定還是有人會相信吧 對啊 還是有人會覺得想要 探便宜或是方便然後購買吧 本店從來沒有授權任何的網路平台 電商或者超市或者其他任何賣場 販售不二房當房書 那也沒有架網路的訂購的服務 那所以就沒有所謂的網路的銷售 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 民眾分不出來 今天也差距離二百六十九件 放的包裝 後上也會照早起床 為作文書座上標法案以上正辦 民眾在網路上買東西 建議要是要要要求發票 來對這個日期還有品行修量 感到一定才不會方便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乃魚 要交給大家兩個任務 第一個 華視新聞的臉書專頁 你按讚了嗎 還有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趕緊訂閱起來 還要記得按讚開啟小鈴鐺喔